您好欢迎收看11月5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首先带来看到的是 华联县长5号上午前往吉安乡出席 华联县信实公益协会办理的 华联县身心障碍者社区市日间照顾服务据点 牧一乐活居开幕活动 县长表示牧一乐活居日间照顾 去年12月底核定开办 是花莲县第一家身心障碍者的社区市日间照顾服务据点 透过训练稳定生活自理能力 并且有效缓解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花莲第一间的身心障碍日间照顾服务据点 牧一乐活居今天开幕 徐县长表示牧一乐活居日间照顾 在去年12月底就已核定开办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今天才举行街牌启用 可以服务年满18岁以上的身心障碍朋友 规划每日8小时的生活治理 人际关系以及社交技巧训练 休闲生活及社区适应 家庭支持等多项的服务 所以我要谢谢理事长长年 这个我们荣誉理事长是长年支持 方便县政府 尤其在天乡的服务以后 看到到宅 看到了这个乡下的需求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要感谢 110年他在这里真的能够成立一个日照中心 我们在这个其实在长照或远距或社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APP 也我在得到卫福部的讲 就是我们的村里长和医院系统有一个这个APP 然后如果我们村里面有人需要长照的需求 您就可以上这个APP去登载 那我们长照专的部分就会来评估 花莲信实公益协会 荣誉理事长杨文辉先生 为了感念社会给他机会让他事业有成 所以今日在事业有成之后投入公益 现任理事长朱宇轩表示 台湾约有94%的障碍者居住在社区当中 了解社区中有什么样的照顾服务 是非常重要的 才能够让身心障碍者 在社区中接受有品质的照顾服务 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运 我有考到社公司的职长 那我觉得我更幸运的是 认识了一些好的企业家 好的捐款者 然后我们的荣誉理事长的话 他之前都是用钱 然后捐给一些慈善机构 那他在认识理事长以后 他觉得那应该要身体力情 所以呢他跟我就是我们 一起去所谓的花莲天乡 那赞助所谓相关的设备设施 然后一些安心物资 医疗补助等等 那也在109年的时候 因为这一根就是我们的承办人代替 然后就是说 我们想要做不一样的服务 所以这一间身上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希望这个第一家 虽然是第一家 但是我们希望他也是做得最好的第一家 牧衣乐活居为花莲县政府补助的第一家办理 身心障碍者社区市照顾服务据点 在县长徐正伟 吉安乡长游淑珍 先议员吴东升 立委服务处主任的等贵宾的见证之下 见证了这一个恩典满满的祝福时刻 记者林杰吉安乡采访报导 谢谢 谢谢 谢谢